It's going to be only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下达第一个命令 前辈 前辈 再前辈 国际证金大小事 理财体育和生活 新闻早餐会 您爱哪一位 欢迎大家加入新闻早餐会 我是主持人曾武钦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昨天高雄市长韩国瑜发表的声明 到底对于初选的情势 会有产生怎么样的变化 所以我们今天星期三 本来是没有早餐会 但是我们特别加开早餐会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对于初选情势的观察 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发表声明之后 选不选2020 还是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法 可是倒是把国民党这边 批了一顿 如果有人说这场初选 像电影 之前有人说爱情文艺片 然后接下来是武打片 科幻片 现在好像加入一点工剧的成分 就是工斗的成分 好像变成工斗剧了 原来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那新的冲突又出现 结果现在球又回到国民党中央 如果吴敦义 你要当一个king maker的话 他到底要用怎么样的方式 才能选出让大家服气的武林盟主 比方说 如果要办一场雷台赛 但是声势很高的武林高手 他觉得现在的方式不太公平 不方便进场 那么如果用征招的劝退其他人 也有人批评 这个不是黄袍加深吗 所以现在整个压力 又回到国民党中央这边 我们现在观察 韩国瑜昨天讲的五点声明 虽然他在第三点直接讲说 此时此刻没有办法参加现行制度的初选 但是接下来他越讲越长 最后一点是他对中华民国的发展及守护 他愿意负起责任 不计个人得失融入 其实这个就很重要了 这至少是有一个新的进展 因为之前韩国瑜他一直说 2020现阶段不在考量之内 那么现在已经算是有一点稍微表态 他已经做了参选的准备 但是为什么还不选呢 还是要从这个声明里面来找原因 要回到第四点 也就是声明当中呢 其实昨天让大家觉得最劲爆的 因为他说 长久以来啊 政治的权贵热衷于密室协商 已经离人民越来越遥远 这个时候 大家才把全部的剧情全都兜起来 原来韩国瑜对于党内有人卡寒 还是耿耿于怀 然后呢 他的妻子李嘉芬 在这个发声明前夕 他说被人从背后开枪 应该就是有人在运作 要拱锅卡寒 那么现在重点呢 是要怎么解开张局呢 如果韩国瑜他愿意承担责任 但是认为 不是在现在的初选制度下出马 连郭台铭他都要求呢 国民党中央 大可开大门走大路 为韩国瑜打造 方便参加初选的前提或者规则 所以韩国瑜这里呢 或许可以退一步哦 因为用完全征召的方式 比方说把其他人全部劝退 在郭台铭还没有出现之前呢 可能还可以 因为要找出最强的候选人嘛 因为韩国瑜就是最强的候选人 唯有他在2020有胜选的希望 唯有他可以击败党外的竞争的对手 但是在郭台铭决定参选之后呢 哎 郭董也是一个强力的挑战者哦 也具备 也具备了问鼎大位的实力 那么是不是呢 韩国瑜这边以被动的方式呢 投入这一场民调 最后呢 他可以被列入这场民调的名单上面 这都是可以去协调的哦 韩国瑜你不用背负 抛弃高雄的恶民 但是呢 台湾得救 高雄其实也得救了 接受党的邀请 下来进行民调 那现在的情势 比较让蓝军觉得忧虑的是 党内会不会面临分裂危机哦 党中央也不能说 哎 你不来初选 这个是你家的事 可是明明 韩国瑜他造成的寒流现象 他就是最强的候选人 而且这个寒流现象 去年底呢 也是让国民党在地方选举能够大胜的原因 政党存在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在选举当中获得胜利 所以如果最强棒能够增加胜选的激励 当时要他出马会比较稳当一点 最糟糕的是呢 最糟糕的发展是 初选如果闹僵的话 韩国瑜不选 那么郭台铭参选 也得不到韩粉的支持 那么郭董扩张票源的能力啊 会不会比不上韩国瑜 让立委的选情可能会蒙上一些变数 那么更坏的是 以前韩粉的剧集是讨厌民进党 那么接下来发展 会不会变成讨厌国民党 那么会不会更极端 走上独立参选的道路 那么虽然这个几率呢 其实是比较低的 可是一旦演变成这样 这个时候 柯文哲可能就会有一些机会 他有机会渔翁得利 因为这边的赌乱票 可能就会回到白色力量的身上 这会让这总统大选的局势啊 变得更加的混乱 那么接下来也来分析 那么到底是韩国瑜选 或者郭台铭选会比较有优势呢 那么其实我觉得现在 如果是韩国瑜来选的话 他可能要一个大的战略的方向 就是他必须要减少票的流失 因为现在韩流基本上 已经冲到差不多一个顶点的位置 他现在就是要减少敌人 因为如果说他在这一场的初选过程当中 树立非常多的敌人 得不到党的支援的话 其实在接下来参加大选 也会选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么在郭台铭这边 其实他也有优势 因为韩国瑜他从之前以来 就是一直是国民党的最强棒 这个民调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至于郭台铭宣布参选之后 他将来这个民调 会不会有往下掉的可能 尤其他在表态之后呢 民进党对他的批评 不管是民主不能当饭吃 不管是其他的一个政策 其实都已经开始准备好了 那么郭董的民调 会不会往下走 那么尤其大家说 他对于年轻的选民 具有一些吸引力 但是年轻的选民 在柯文哲如果加入选战之后 会不会票被吸走 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关心的 所以接下来发展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国民党中央 现在就是需要一个大智慧 尤其比较值得庆幸的是 郭台铭跟韩国瑜 他们基本上呢 都现在展现出风度 因为他都没有相互的校正 都没有直接做 对彼此呢 做出一些人生的批评 都没有做一些批评 这个是比较好的地方 现在球就回到党中央 党中央如何设计 如果帮郭台铭解套 那么现在可不可以帮 韩国瑜解套 让两个人在初选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一场君子之争 如果国民党的初选 办得比较好的话 就可以对照 民进党在初选的拖延 在设法要搓掉 另外一位候选人 其实这一点 可能是蓝军 比较希望能够看到的发展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新闻早餐会 如果大家喜欢 早餐会的内容 也欢迎帮我们分享出去 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 中广新闻网 newsradio 打开收音机 听见中广新闻网 未经许 SI